欢迎大家收看体育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五年后 下一代人打破了冲浪界的玻璃天花板 迎来了巨浪 在我们庆祝国际妇女节之际 让我们在报道女子体育方面做得更好 女足为我们应得的一切而战 世界最佳球员邦马蒂说道 华盛顿队以74比68击败排名第18位的华盛顿州队 破坏了对手夺取Puck12冠军的希望 在雨中 哈里森在巨人队的春季比赛之前 击出六个三阵 请大家收看 五年后 下一代人打破了冲浪界的玻璃天花板 迎来了巨浪 悉尼先驱晨暴 根据澳大利亚冲浪运动员印度 罗宾逊的说法 平等的奖金政策对于改变女子冲浪运动 起到了积极作用 2019年平等奖金政策的引入 使女子冲浪运动员能够专业地从事这项运动 并为女性提供了更多曝光和机会 罗宾逊自16岁起就没有大型冲浪品牌赞助商 他表示平等奖金 对他参赛和继续从事这项运动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在我们庆祝国际妇女节之际 让我们在报道女子体育方面做得更好 澳洲ABC 根据妇女体育与休闲办公室OWSR的最新研究 媒体只有15%的报道涉及女子体育 虽然这比过去9年的改善了9% 但仍然严重低估了女性的比例 而女性占人口的约51% 研究还发现 与男子体育相比 女子体育的报道深度较低 缺乏全面的预览和表现分析 这项研究凸显了体育新闻报道中性别平等的需求 并呼吁媒体机构加倍努力做得更好 OWSR的报告还发现 女性记者比男性记者更有可能报道女子体育 这表明需要更多男性报道女子体育 并加大招募和留住女性和飞儿园人士 从事体育新闻工作的努力 该研究还呼吁 对被低估群体进行更包容的报道 包括土著澳大利亚人 残疾人 文化多样性社区和Opiki家社区 女足为我们应得的一切而战 世界最佳球员邦马蒂说道 南华早报 世界上最佳女足球运动员艾塔纳 邦马蒂认为 女足球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才能与男足球实现平等 邦马蒂效力于巴塞罗那和西班牙队 他表示他和他的队友们 正在为我们应得的一切而奋斗 并且需要对这项运动进行重大改变 以促进其发展 他强调了 对女足球的投资和对女性球员的待遇 需要改善 邦马蒂还表达了他希望 与西班牙一起赢得奥运金牌 和欧洲锦标赛的愿望 华盛顿队以74比68击败排名 第18位的华盛顿州队 破坏了对手夺取POK12冠军的希望 美联社 华盛顿在他们作为POK12联盟对手的 最后一场比赛中 以74比68击败了华盛顿州立大学 华盛顿州立大学 需要在最后两场比赛中获胜 并且亚利桑那大学输掉比赛 才能夺得联盟冠军 但华盛顿破坏了他们的希望 这场胜利是华盛顿自2017年以来 首次在客场击败排名对手 华盛顿将在周三参加POK12锦标赛的首轮比赛 而华盛顿州立大学将在周四参加四分之一决赛 很可能是第二种子 在雨中 哈里森在巨人队的春季比赛之前 击出六个三阵 雅虎 周四 巨人队对阵洛杉矶道奇队的春季比赛 应雨而取消 然而 这场短暂的比赛让巨人队的投手凯尔 哈里森展示了他的技巧 并在面对的12名打者中 击出了六个三阵 经理鲍博 梅尔文表示 这是他见过哈里森投球最好的一次 哈里森 预计将成为巨人队的二号先发投手 并有望在赛季的第二场比赛中登板 由于倾盆大雨摧毁了投手秋 比赛在第三局被取消 巨人队的新秀马特查普曼首次亮相 但由于雨水的原因 他只打了一次席位 并在二杠二的快球上被三阵出局 又一次布鲁因斯对阵枫叶的 季后赛系列赛将会非常有趣 雅虎 波士顿布鲁因队 最近对多伦多枫叶队的胜利表明 两队之间的潜在季后赛系列赛将非常精彩 布鲁因队近年来一直在对枫叶队占据上风 包括三次首轮季后赛系列赛的胜利 而这场最新比赛展示了两队之间的激烈竞争 尽管枫叶队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进攻阵容 但他们的防守弱点和守门员问题 很可能会被布鲁因队在七场比赛中利用 波士顿在体力 经验和心理韧性方面占据优势 梅西和苏亚雷斯在他们的最重要比赛中 帮助国际迈阿密队摆脱困境 雅虎 迈阿密国际队的前锋莱昂内尔 梅西帮助球队从2-0的落后局面中扳回一城 在Konka-Kef冠军杯首回合 对阵纳什维尔SC的比赛中以2-2占平对手 梅西用他的左脚打进了一粒惊艳的进球 而路易斯、苏亚雷斯在捕食阶段投球破门 将比分扳平 第二回合将在迈阿密进行 国际队现在是晋级的明显热门 该锦标赛的冠军 将获得参加首届32支球队的是具备的资格 澳大利亚足球协会在种族骚扰指控中再次表达对克尔的支持 澳洲ABC 澳大利亚足球协会FA表示支持澳大利亚女足队长萨姆·科尔 她面临对一名警察进行种族歧视骚扰的指控 科尔对这些指控表示不认罪 他的律师将在4月的预审听证会上变成滥用程序 FA首席执行官詹姆斯·约翰逊呼吁尊重法律程序 并表示FA将全力支持科尔度过整个过程 科尔在英格兰女子超级联赛效力于切尔西队 她还得到了俱乐部经理艾玛·海耶斯的支持 卢卡 东气旗在小牛队以114比108战胜热火队的比赛中连续第五次取得30分三双 美联社 达拉斯小牛队的卢卡 东气旗成为第二位连续五场拿下30分三双的NBA球员 与2017年罗素威斯·布鲁克的纪录持平 东气旗还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连续四场拿下35分三双的球员 东气旗的表现帮助小牛队以114比108密转迈阿密热火队 结束了达拉斯队的三连败 东气旗全场比赛得到35分 11个篮板和11次助攻 凯里 欧文为小牛队贡献了23分 安东尼 爱德华兹得到44分 以一次封盖结束比赛 帮助森林狼队以113比111击败步行者队 美联社 安东尼 爱德华兹得到了44分 包括一记制胜的三分球 并在中场响起时进行了一次壮观的封盖 带领人手不足的明尼苏达森林狼队以113比111战胜印第安那步行者队 爱德华兹在阿伦 内斯密斯的上篮尝试上进行的封盖 确保了森林狼队的胜利 鲁迪 戈贝尔为明尼苏达队贡献了18分和14个篮板 在另一场比赛中 卢卡 东气旗连续第五场拿下30分三双 最终以35分 11个篮板和11次助攻 帮助达拉斯小牛队逆转击败迈阿密热火队 比分为114-108 东气旗成为NBA历史上第二位实现这一撞举的球员 与拉塞尔·威斯·布鲁克并列 贾登·艾维得到34分 凯德·坎宁安得到32分和11次助攻 带领底特律活塞队以118比112战胜布鲁克林篮网队 伦德伯格得到19分 UAB轻松以100比72战胜天普大学 美联社 亚克斯·拉德伯克得到19分和14个篮板 带领UAB Blazers在美国田径大会的比赛中 以100比72战胜了Temple Alls Christian Coleman也得到了19分 而Science Stanford以20分领导了Temple队 UAB在上半场取得了领先 并且在下半场以13分的优势领先于Temple 两支球队将在下周日进行下一场比赛 尽管2022年进行了谈判 马来西亚否认未能成功举办泰勒斯威夫特的演唱会 南华早报 马来西亚政府否认未能成功争取到泰勒斯威夫特2022年的时代巡回演唱会 赴青年与体育部长亚当阿德利表示 马来西亚从未被提供举办这场演唱会的机会 组织演唱会也不在他的部门职权范围内 Sportwork Group也表示 斯威夫特的演出从未包含在其与美国公司ASM Global签订的合同中 新加坡赢得了举办斯威夫特巡回演唱会的机会 引起了其东南亚邻国的不满 排名第五的南加州大学以65比62击败亚利桑纳大学 在Park 12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中成功晋级 美联社 南加州大学以65比62击败亚利桑纳大学 晋级Park 12锦标赛四分之一决赛 朱朱 沃特金斯以17分和8个篮板领导南加州大学 而雷亚、马歇尔则贡献了15分和15个篮板 南加州大学的阿里亚、盖尔斯在比赛前获得了Tammy Blackburn鼓舞奖 亚利桑纳大学在比赛中抢断达到了15次 南加州大学将在半决赛中面对阿克埃或犹他大学 亚利桑纳大学将等待选择委员会的决定 看是否有可能获得NCAA锦标赛的邀请 阿里亚、杰克逊和吉利安、海耶斯帮助星星纳提女子篮球队 在大12锦标赛中以67比62击败AX 美联社 星星纳提熊猫队在大12锦标赛的首轮比赛中 以67比62击败了AX骑士队 阿里亚、杰克逊在第三节中拿下了他14分中的12分 而吉利安、海耶斯则贡献了11分和12个篮板 尽管阿克的凯特林、彼得森得到了31分 但星星纳提一直保持领先 熊猫队将在第二轮比赛中面对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队 阿克以7连败结束了他们的赛季 阿克罗格沃以17分的表现帮助东岸马里兰州队以67比59击败特拉华州队 美联社 阿克罗格在马里兰东海岸大学以67比59战胜特拉华州立大学的比赛中得到17分和7个篮板 托比、恩纳多奇也得到17分 5个篮板和3次抢断为熊英队做出了贡献 结文 慕尼兹以28分领导了黄蜂队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一如既往地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新闻资讯 今天的新闻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关于女子体育、足球、冲浪和篮球等方面的消息 让我们来做一个简要的总结 首先,我们得知女子冲浪运动在平等奖金政策的推动下取得了积极的发展 这一政策的引入为女子冲浪运动员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曝光度 让她们能够专业地从事这项运动 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女子体育在媒体报道中的比例仍然偏低 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平等的报道 此外,世界最佳女足球运动员邦马蒂也呼吁改善女足球运动的待遇和投资 以促进其发展 在篮球方面,我们看到了一些精彩的比赛 例如,卢卡、东气棋连续第五次取得30分三振 成为NBA历史上第二位实现这一撞举的球员 而安东尼、爱德华兹则在一场比赛中得到了44分 并以一次封盖结束了比赛 帮助他的球队获得了胜利 此外,我们还了解到一些关于演唱会和大学篮球的消息 马来西亚的政府否认了他们未能成功举办 泰勒·斯维夫特的演唱会的指控 在大学篮球方面 我们看到了辛辛纳提女子篮球队和马里兰东海岸大学男子篮球队 在比赛中取得了胜利 综上所述 我们今天了解到了一些关于女子运动 足球、冲浪和篮球的新闻 这些新闻反映了性别平等和运动发展的重要性 也提醒我们在报道中需要更多的平等和全面性 我们应该鼓励和支持女子运动员 为她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曝光度 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和支持我们所喜爱的球队和运动员 为她们加油打气 最后,我想邀请各位观众朋友一起参与讨论和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于女子运动、足球、冲浪和篮球等方面的发展 有什么看法?欢迎在留言区与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和讨论 谢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6度简报